比较大的问题就是里面应该叙述一下 不然的话每次一输出都搞不清楚 直接执行的话呢 其实它第一个就是 X 它有说是几分钟 如果它假设你跑的是3000 10分钟又25秒 如果跑3000的话 Enter 那你的时速是10.8mi mi的话是那个英里 那如果说你今天要是时速的话 基本上大概就等同 也就是如果你把那个除以1.6拿掉的话 那如果10分25秒 跑3000 那就是17.3 那以此类推啦就是类似的概念 那 当然如果你跑的时间越长的话 比如说他这个有一个人他跑了20分钟 有25秒 也是让他跑3000 那他时速多少 8.8 OK 8.8 大概快比走快一点 OK 就是这样慢慢走 我发现现在等 比较还蛮喜欢参加这种跑步的啦 我最后其实 这有 全跑完的好像也不多 后面最后都是用散步的 像我之前也参加过 我发现最后 还是算了 反正就是慢慢来 听点音乐好了 可能要带个耳机 我顺便悠闲的这样悠哉的 反正至少完赛证明就好了 不要太拼了 像之前好像蛮多人拼到最后 好像有一个跑到最后就挂掉了 而且好像是什么台积电的工程师 平常没什么运动 突然会要面子 然后一直冲到最后到了 可是也心脏述喝不了 好那大概这一题是这样 只是说这一题 他一样是input 他没有去述 所以变成说也许啦 如果假设啦 你平常要练习要 比较友善一点的界面的话 你后面就请输入 那个跑的时间 分钟几秒钟之类的 然后再来就是他跑的距离 距离的话也许我们习惯不是用三公里 看要不要几公尺 三千五千之类的 这样跑完之后 那就会很快可以跑出一个结果 时数多少 那未来其实可以跟什么结合 比如说你今天是办比赛单位 那最后会有个结果的一个data 可能是一个文字档 那你可以外部读进来 马上换算出来 output的一个结果一个报表 比如每一个 那个选手之间相差的距离 或者相差的秒数 相差的什么 反正报表要跑出来的话 那就可以类似用这种方式 input output 只是说目前我们还没有讲到 那个档案的读写 或者甚至以后可以用资料库直接读 资料然后直接输出 再输出到资料库 OK 不过这个我想慢慢再增加一点东西 现在只是简单的先了解 OK 那下一题的话108 108部分呢 这个地方可能有一些格式上的问题 基本上 这边可能要注意一下就是 这边有一个平方根 有没有 那这个平方根的符号 在画的时候好像不好画 还有后面是不是有重复啊 在想说这个后面这个东西是不是多的 其实 这样 这个地方应该就是 我们的公式其实非常简单 没有那么复杂 其实就是 两个距离嘛 比如说一个x一个y 那比如说这个位置到这个位置 要怎么算 那其实我们这边是可以用平方根 然后呢 把什么呢 x1 假设x1它的位置是21 然后这个位置是5.5 5.5 然后8 那请问一下这边的距离是多少 OK 两点之间距离啊 那一个是x 所以我们可以把它的x坐标 减掉它的x1的坐标 减掉x2的坐标的平方 这边说这个是平方哦 写在这里才对 可能因为格式的关系 加上y1-y2的平方 那算完的话 就是我们要的结果 那这个这个符号 可能在这边没办法画出来 那主要就是说我们可以用的嘛 如何取平方根 那平方根的话呢 那一样在mass那个类别里面 有一个sqrt的一个函数 那我们如果要这个公式的话 那我们其实呢直接怎么样 来看一下 首先第一个 要请那个使用者输入什么 输入三个两个坐标 也就一个x1 一个输入到x1 所以输入2 再来的话呢 再来y1输入1 所以21第一个点 第二个点的话是5.58 所以这边的话输入 总共会是四个 四个值的 一个是x1 y1 x2 y2 那如果我要算距离的话 特别注意哦 我们这边第一个 会需要用到一个mass 这个刚刚讲过 里面呢你可以使用什么 使用那个 叫这个地方mass 所以我增加一个变数叫destination 不过如果你觉得这个destination太长 你刚才叫个d算了 这样的话就不用打那么多字了 你这样好像短很多 那你这边的话mass 点打一个s 打一个s 之后的话呢 它会让你选sqrt这个 这个是算平方根 那平方根里面的话你就再把什么 把刚刚那个公式把它带进来 就是什么呢 x 所以x 所以你就看那个刚刚 将来考试的话会给你一个纸本 那你就s1 减掉x2 然后呢 平方的话特别注意哦 我刚刚讲过你可以用mass点power 或者更简单 平方的话是什么 乘乘2就可以了 平方的话是这样 乘乘2也可以 OK 或者你 也 刚刚同学说再乘一次可不可以 也可以 可是公式比较长 所以我刚刚讲过了 当然写法很多种 那你要挑一个相对的比较短一点的吧 你不要没事再乘一遍 公式太长 所以比较简单的 乘乘2 这也是一招 OK 别特别注意哦 然后再来的话就是什么呢 再加上 那个 所以其实y就把这个把它复制过来 然后呢 没复 很臭 复制过来 这边把它 这个瓜糊要前面少一个瓜糊 再把这个什么 复制到后面 然后呢 把它改成y1 y1 然后这边y2 然后一样是平方 再瓜糊之后 他就帮我算出我的距离了 那我本来名称叫 dist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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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长了 有时候考试我讲过 因为针对考试 你就以那个什么好记不容易出错为原则 你不要没事打一串 所以我的习惯是考试 那个程式越短越好 出现错误的机率越少越好 这样子的话你保证考试就会非常顺利 OK 这是我的原则 考试就是考试 不是做学术研究 所以你如果真的只是拿证照 你就是把它怎么样 先能够快速精确 应该就没有问题了 OK 至于说你以后希望再更好 你就自己再花一点时间在研究 就讲过了 不要说没事 这边平常练习的时候打一堆东西 你考试就把他打一堆 这不会有分的 OK 这叫化蛇天竹 OK 所以考试 其实有时候练习的时候 我是觉得你可以 不要只是为了考试而考试 可以再加一点东西 最后输出的话就是再把什么呢 结果变成这样子 就是一个刮壶 然后刮壶的部分后面好像有空白 然后再空白 这个可能要蛮危险的 因为这个空白如果没空的话 那也没分 那因为我们用printer 如果豆点的话有没有 输出一个加豆点 它自动会帮你空白 所以你这个空白就不用扣 豆点就好了 豆点的话 它会在前面帮你加个空白 所以这些都空白 然后输出就是这一串 最后再把distance把它输出 不过输出的话 你看一下 它好像没有要我们取到小数点的第几位 所以我这边好像是不是多做了 OK 所以你就直接怎么 没事 像我这边是点4f好像是取到小数点第四位 它好像没讲 所以没讲的话意思就是直接输出好了 所以我这边的话把这边干脆不用formate 直接怎么样 直接输出就好了 那distance 这边的话其实最简单的方法就是这个空白不要 你可以用豆点 这边豆点 然后把d放进来 意思就是先输出distance 有没有 这边到这里 这个空白是因为printer如果你加豆点 它会自动帮你加一个空白 然后再加那个输出的结果 我们要试试看 如果这样没有错的话 应该就大功告成了 这样早上也差不多 所以输出2enter 1enter 5.5enter 再输入8enter 有没有 一不一样 有不一样吗 反正你们将来就是要完全比一模一样 一模一样就可以下课了 然后中午去吃饭 如果没有一样的话就继续留下来 没有 看完 等一下先用个餐 然后如果把这一题试着做做看 其实因为这一题的那个网路上面的格式不太一样 所以请各位记得平方根 然后平方自己再加上 大概知道一下题 考试的话格式应该是正确的 只是因为我放在那个Google的文件上面 那Google的那个会有一点还是会有个落差